现在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 第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你们好 广东姐姐好 好 来 两位请坐吧 好 我们首先请小姑娘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吗 大家好 我叫段雨晗 今年九岁了 我来自广东珠海 这次来到《非常六加一》的舞台 非常开心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谢谢 我们欢迎段雨晗小朋友 雨晗 和你一起上场的这位先生是谁呀 这是我爸爸 那我发现你和爸爸上场的时候 手里都拿的这是什么东东啊 这是我的心 不是 你这心都碎了呀 这都是被我爸爸给坑的 很开心 他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不是 我听这雨晗小姑娘的意思 好像一肚子苦水 不妨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上 咱们往外倒一倒 好不好 说说 你老爸怎么欺负你了 一二三 给我们举例子 我爸爸呀 坑我的事可多了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车上听歌 然后呢 我们就听一个小朋友唱的歌 非常好听 我妈就说 哎呀 这真是被天使吻过的嗓音啊 然后呢 我爸就说 段雨晗 你经过那么多年努力的学习 你也有他一半的水平了 然后呢 我非常开心 想听听我爸爸是怎么样表扬我的 然后呢 我爸就说了一句 你是被天使踩过的嗓音 所以我的心就碎了 老爸你还好意思笑 你看他那笑脸还都贴上了 刚才你老爸怎么说你来着 被天使踩过的嗓音是什么嗓音啊 泡泡哥哥 没听过吧 没听过 我觉得得请雨晗小朋友在现场 咱们唱那么几句 我们倒听一听 这个所谓被天使踩过的嗓音 是什么样的音色 行吗 他爸 好 来 我是森林中的不顾鸟 价值在美丽的翻山腰 肯跳落下许荣回来 世界太多美妙 蝴蝶跳着动人的舞蹈 它的明明没有人知道 美丽的白云 小小哭泣 那寻水的味道 青春的阳光 超大地 美丽的天空 还有多高 不顾鸟地的影响 不顾鸟在水族的蝴蝶跳着动人的歌谣 歌是唱给那悲伤的人 把一切都忘掉 要飞到天涯海角 我是勇敢的小鸟 那流有狠的微笑 给我那段怀抱 原来这就是被天使踩过的噪音 这样的话 我太期待被天使踩两脚了 我跟家 唱太好了 我们听听王爷爷 您什么感受 你的嗓子确实被天使踩过 不过这个踩是踩摘的踩 就是天使选中了你的声音的意思 你唱得非常好 我发现王爷爷特别能善解人意 按我们小姑娘的话说 就老爸老坑他 到王爷爷那说是 用另外一种方式善意地鼓励 那我听听 这个下一件老爸坑你的事 王爷爷还能不能做出 这样的解释来好不好 小的时候我问我爸爸 爸爸我是从哪来的呀 爸爸就跟我说 什么送快递送错了 还说什么有图有真相呢 真是的 那箱子上写着呢 多功能办公室用之 不是 当时老爸说 你是送快递送来的 而且给你看的那张照片 你信了吗 我呢信了 我难过了一个晚上 后来我妈跟我说 我是亲身的 我爸是逗我玩的 你是信了你妈的话呢 还是信了你爸的话呢 肯定是我妈的话啦 我发现小时候 好像家长都有这种 跟小朋友开玩笑的 这种经历 你爸说你是 送快递送来的 我印象中我爸妈说 我是那垃圾站捡来的 原来这就叫坑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王爷爷 这个要按照您那个 善意的解释 能给爸爸找一个理由吗 这确实是快递来的 我这属于天使快递 摆这么一个美丽的小天使 给快递到了你爸爸这儿 他该多高兴啊是不是 行 虽然些许有点牵强 但是总算给老爸 圆过来了这个话 别着急 我看看到底能不能 每一件事都让王爷爷 给圆过来 还有没有例子 赶紧想 平常呢 我不是喜欢喝饮料嘛 我妈就不给我喝 然后有一次 我爸就跟我说 哎呀 杜云涵 看你学习那么辛苦 来 教理你喝一口饮料吧 我很开心 我就一蹦三跳地跑过去 喝了一大口 那哪是饮料嘛 分明就是白开水 他爸 你真笑得出来 这笑脸我觉得 是不是照着您这个 眼睛画的 不是 刚才姑娘说的是事实吗 是事实 是吧 不是 你干嘛呀 小姑娘挺可爱的 你这是亲爹不 就这么 这个公立姑娘啊 是这样的 我是天津人 我们出自格尔都 所以呢 其实这是我们天津人日常的 表示亲密的一种方式 这跟收线是一样 只要互相调侃 我们才能拉近彼此距离 那你 那你别光调侃人家呀 人要调侃你 你乐意不 刚才他说的只是一些片面的事情 这个他也经常在日常生活中 整顾我吧 比如说这次呢 我们是坐高铁来的 他在路上呢就跟我说 哎呀 爸爸 非常感谢你 你陪我来录节目 所以呢 我把我珍藏多年的这个 好吃的零食给我吧 他就把一个五花果干给我了 我刚放进嘴里一吃 然后就看他那点快笑 然后我就问他笑啥呀 然后呢 结果他告诉我 他那个珍藏多年 是珍藏在他袜子里面 行 刚刚看到这对妇女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相比之下 你刚才举的那些小例子 我觉得就是还好了 这跟学习不相关 你跟学习方面有关联的 跟老爸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 你冲突啊 那因为写作业会用到手机 然后有的时候会偷偷玩 偷偷玩呗 就老爸一进来 咱们就关上就完了吗 这老爸没发现吗 发现了 这也发现了 这怎么发现的呢 这个很简单 其实现在每个智能手机里面呢 都有一个统计使用时长的 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呢 那天我就看他的手机 发现呢 学习只用了五分钟 看那个视频 看了俩小时 从这之后呢 我就把那个 他所有的娱乐的功能 那些应用都给他进了 那现在就是 他的手机只有啥功能了 只能学习 成学习机了是吧 只能学习 但我觉得老爸这一招是值得 还是值得推广的 是不是 这个关键是怕影响你学习嘛 而且你手机看多了 也伤眼睛 对不对 这你能理解老爸的 这个良苦有心 是吧 我想问一下卢奶奶 您是这么多年 接触很多家长和很多小朋友 就像他们这对父女的 这样一种关系 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孩子跟这个父母斗智斗勇 这是家家都有的事 但是我今天呢 想批评我们这个爸爸几次 虽然你很智慧 你很幽默 但是我觉得别坑孩子 坑孩子坏处在哪呢 你就失去了孩子对你的信任 另外一个呢 对女孩不能讽刺 有话就直说 讽刺啊 常常伤孩子心 你看她心都碎成那样 在这点上我特别感到幸福 因为我妈小时候 从来都是鼓励的 我五岁的时候 赵妈养了大公鸡 画了个彩色大公鸡 在北京幼儿园中得奖了 得了五张材质 我跑回来跟我妈说 妈我画的公鸡得奖了 我妈当时笑着眼睛 咪了小缝 说太好了 我早就说过 你画的公鸡啊 比我养的公鸡还漂亮呢 我从此爱上画画 天天画 上小学第一天 老师问谁会画画 人家都没举手 我就举手了 老师说太好了 黑板包就交给你了 我从一年级画黑板包 一直画到六年级 从初一画到了高三 下乡插队给农民办报 最后就办了中国少年报 所以我觉得 做爸爸得开再大的玩笑 再找乐 你别让孩子自尊心 受到损失 这样损失很大 但是你还是很幽默的爸爸 跟幽默不在一块 你看你像你乐生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挺快乐的 你要有这样一个好爸爸 我觉得要多学爸爸的 那些幽默 好吧 好 我觉得卢奶奶的解读 真的是给咱们这个家 一个补充 对爸爸以后的教育理念 也是有了很多的 这个警示作用 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上来这对父女俩 你说我一条 我说你一条 好像就是感觉 你俩始终生活当中 就是在开玩笑 尤其是爸爸 没什么正形 就是作为一个父亲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就是想当当的时候 表明说我父亲 是怎么样关爱女儿的 好吧 是这样的 我呢 其实看起来 是搞IT的 其实我是一个文艺IT男 所以呢 我在他 这么小的时候 我就给他写了一首诗 本来呢 我的想法呢 是在等他大了之后 再读给他听的 他一直不知道 所以呢 今天趁着这个场合呢 我就给你读一下 好不好 我再读一下 就要听 听说 不就不认为 我一直说 那就是说 我没想到 到了一天 我说春天 就是我 读了 我 想到 你们 以前 不知道 你们 我说的那样文艺爱情难 父爱如山爱得很深沉 爸爸把他心中对你的期待和爱 都写在了自己的语言当中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咱们这个破碎的心就可以摘掉了 咱们以后在家里 咱们就尽量都是换生效应 都变成笑脸好不好 好 所以说在今天 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上 对于我们雨晗来讲 也是一个成长 一个新的开始 永远成为为彼此骄傲的一对妇女 好不好 好 祝福雨晗 也祝福爸爸 准备好 马上我们就进入下面这个 非常重要的表演环节了 那就是 小不点大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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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亲爱的老爹 天都还没黑 找自己 我早已学会 放心我不会磨勒 嘿 亲爱的宝贝 饭吃饱了没 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 小心点不要吃亏 这种它固然可贵 工作可别太累 健康开心才最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 得用眼泪体会 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 你随身眼光里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宝贝 你这小鬼 只要你能得到幸福的智慧 烧定嘴就非常完美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生活有有点吃味 时间偶尔浪费 不用担心我都进退 未来又疯狂明媚 也有事与愿违 有梦就别半途而飞 哎呀呀我的老爹 你是大堆 明天明天一定早起早睡 哎呀呀我的宝贝 千香万水 只要你能更快乐的起飞 那是我最大的安慰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雨晗 雨晗我想先夸夸爸爸 我觉得爸爸刚刚那台上的表演 特别可爱 而且非常松弛 那个卢奶奶什么感受 我特别羡慕这个 这么温馨的一个妇女关系 我觉得我们这个雨晗呢 有一个非常幽默的老宝贝 而我们爸爸呢 有这么一个非常贴心的小宝贝 所以我一直想有一句话 要送给我们雨晗 今天为老爸为骄傲 明天老爸以我为自豪 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 谢谢 好了 热情你的爱心气球吧